五歲小男孩活潑好動 正值成長關鍵期 醫師建議補充營養品 家長到藥局購買 但藥師卻出包給錯藥 讓孩童插點務實血壓藥 給錯藥的就是這一間藥局 這兩種藥同音不同字都叫心保 一個是補充心 一個是用在高血壓或心臟衰竭使用 物實的副作用會噁心腹泻甚至肌肉抽筋 腎功能異常患者 還可能引發肾衰竭 但兩種藥品就算是毒因一樣 會搞錯實在很離譜 要是點出關鍵 如果有看處方簽 基本上不會搞錯 血壓藥心保 英文拼寫是S開頭 心保定則是Z開頭 完全一目了然 問題是兩種藥都被歸類在處方藥 民眾沒出示處方簽 藥局竟然也售出 明顯違規 藥師無處方提供處方藥 則是違反藥釋法第五十條 第一項的規定 可處心臺幣三萬元以上 兩百萬元以下的發還 藥局坦誠是員工流程疏失 雖然已經向消費者致歉 但違規賣處方藥 加上調劑錯誤 會再開罰兩千元到一萬元以下發還 藥局出刑給錯藥好在孩童沒有務實 否則就不是道歉罰款就能了事 再次詢問王辰一禮文盛科北學員新北 曾報道